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秀全提拔重用新年将领李秀成与陈玉成 李秀成与陈玉成分工合作 取得两次重要战役的胜利 暂时挽进了太平天国的军事危局 太平军作战图1858年下 李秀成召集太平军将领商讨退敌之策 李秀成与陈玉成议定 先进攻江北的敌人 当年九月 李秀成与陈玉成攻克天津北面的江北大营 占领埔口 此后清军的江北大营被撤销 江北大营的将士划归江南大营指挥 埔口是连接安徽与天津的重镇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红秀全下令在此设立天埔省 并加强守卫力量 影视剧中的李秀成谱口战役激战震撼之时 湘军精锐部队在李训宾带领下城击向安徽三河镇进发 安庆也仍在湘军围攻之下 情势十分危急 陈玉成在谱口战役后迅速率军回援 在三河镇附近与湘军激战 李秀成部随后赶到增援 三河镇守军也出城进攻 三面加弓之下 湘军主力六千余官兵被歼灭 主将李旭比吉曾国藩的地理 曾国伐身亡 三河镇战役歼灭了湘军精锐 重创了湘军的士气 湘军被迫全面撤退 安庆之为解除 太平军在西线的形势暂时好转 陈玉成形象1859年下半年 湘军卷土重乃 天津上游行驶再度告急 四年下 湘军逼近安庆城 安庆是天津上游的重要门户 将直接威胁天津 李秀成与陈玉成首先攻策江南大营 解除南面的威胁 然后挥视向西 计划破解 安庆之为 李秀成与陈玉成约定发动第二次西征 计划李秀成从江南 陈玉成从江北分头向武汉进军 1861年4月在武汉会合 两军合力进攻武汉 试图以违魏救赵之际 逼迫湘军回援武汉 陈玉成不进展顺利 按计划在当年三月进入湖北 迫近武汉 李秀成则进军缓慢 李秀成为了避开湘军主力 特意绕转路先后转战了安徽 浙江 江西等的 直到六月才到达武汉附近 陈玉成由于迟迟 未能等到李秀成部 只能提前返回与安庆增援 但未能与安庆守军会合 九月 湘军经过激烈战斗攻下安庆 死后陈玉成虽然转战西县多的 但仍然无力回天 终于兵败身亡 西县完全失败 李秀成返回天经守卫 湘军攻陷天经后 李秀成也被俘就义 参考文宪 萧毅山 曾国藩传 东方出版社 2009年版费正清 剑桥版清史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罗尔冈 太平前国史 中华书局1991年版小编 纪文努学社青年会会员杨培超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